嗨,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Sunny 我已经从中国旅行回来了,现在在加拿大的家里 三周时间下来,感觉大盘已经走出长期调整的阴影 有一种呼之欲出的意思 这个时候,美股有一定的概率要在洗盘之后继续上涨行情 所以最好是要拿住股票,不要轻易下车 据我个人而言,仓位还是有点低 不过人性就是如此,涨了嫌仓位低,跌了觉得买太多了 客观来说,我的仓位只有三成,是保守型的配置 IP的这个账户挑战,从公开到现在已经有4000美元左右的盈利 那么这个账户目前的特点是仓位分散 每只股的最初买入不超过1万 尽量少用杠杆或者是不用杠杆 我今天买入了一只新的股票,SPOT Spotify的K线走势相当的稳,稳稳的上涨 近三根K线形成两洋夹翼阴线的类似多方炮走势 均线也向上发散,多头排列 综合来看,上涨的趋势应该能够维持 我买入了30股,成本价是156.1 30股也就不到5000美元 但是考虑到一只股只能够买1万 得留点空间来补仓啊,那就只买了30股了 像迪士尼就是一下买入了1万 现在连补仓的额度都没有 只能套座等反弹解套 至于前期早度建仓的谷歌,亚马逊,特斯拉都有不错的收益 特斯拉赚了34%,挺意外的 谷歌赚了17%,亚马逊浮赢19% 美股还是买科技龙头靠谱啊 大盘已经持续上涨一段时间 均线发散的程度越来越大 纳斯达克指数偏离年限越来越大 这个叫乖离率过大,难免要发生点回调 KDJ指标在80以上形成了高位动画之后 有向下倾斜的迹象 纳指上行,而KDJ向下倾斜 这是什么技术信号?KDJ顶背离 KDJ的顶背离出现之后会有调整的需要 预计纳指有一波小回调 回调幅度不确定,但是回调之后仍看涨 也就是说大盘有可能进入一轮洗盘 前期涨幅过大的科技龙头都有一定的回调压力 但是,洗盘将不会改变大盘反弹的趋势 洗盘的力度大小也是无法预测 不如顺势就继续看涨 标普突破4200点之后,顺势看涨 短线即使回调,也是回踩4200点试探支撑 有效性的常规动作 如果能够回踩4200并且获得有效支撑 将会对标普指数后续上涨有利 从图形上看,标普仍然可以继续看涨 大盘面临一定的洗盘压力 主要是因为苹果在开发者大会前串历史新高 而且苹果从本轮反弹的最低点123.8美元 一路上涨到182美元 已经快50%了 这对一只2.8万亿的大盘股来说 是很大的阶段性涨幅 涨多回调也是正常的 那么股王如果是回调 自然就会给大盘一定的压力 苹果本轮上涨既是意料之中 也是出乎意料 在155美元左右 苹果日K线图走出了头肩底 我非常明确的在节目中提示大家 苹果头肩底将会继续涨 头肩底是技术分析形态理论中 可靠性最高的图形 所以这个涨势属于预料之中 但是苹果以157亿的总股本 每上涨一元 那就需要157亿美元的资金 是吞金巨瘦啊 157亿美元可以是一只中盘股的总市值 而苹果就让一口气涨了快60美元 耗资近1万亿了 进一步上涨的话 则需要更多的资金进行推动 短线必然会有获利回吐的压力 苹果创历史新高 是对MR头显的期待 今天到6月9号 苹果开发者大会召开 苹果CEO库克表示 开发者大会是他一年中最喜欢的时刻之一 而这一次将是苹果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刻 今年的开发者大会 预计会有混合现实MR头显的产品发布 不过苹果的MR头显的售价 将和产品一样感人 作为苹果第一款头显 MR将会有两个4K屏幕 搭载苹果自己研发的R1芯片 一个头显十几个摄像头 和Meta的虚拟现实头显售价几百美元比起来 苹果的MR头显相当昂贵 售价3499美元 起 苹果今年推出混合现实头显 将是一个全新的品类 这个是新东西 库克预计 MR头显将在将来10年取代iPhone 天风证券的郭秦明就预测了 苹果的头显将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大批量出货 这个时间大概是10月份前后的苹果发布会 和年底的消费旺季的前后 苹果的混合现实头显会不会使以前在科幻片中的情景变成为现实呢 如果会的话苹果股票将具备更长期的投资价值 同时呢苹果在2023年里上涨接近了50% 市值将再次向3万亿发起挑战 大家想想啊 苹果挑战3万亿 它的意义更在于打开了其他科技巨头上涨的天花板 别的不说啊 光说微软 苹果市值第一 微软第二 对吧 那微软曾经一度接近苹果 差点就夺取股王地位 那这两个股票的总市值是比较接近的 如果苹果向上冲3万亿 假设让它冲上去的话 那么下一万亿的就是微软 当第一梯队上了3万亿 原来那些1到2万亿的就有机会上2万亿了 原来8000亿的就有机会上万亿了 这么一来啊 大家都有机会上涨 嘿 苹果得到 鸡犬升天啊 这个就是股市上面的一种比价效应 也是资金消风填骨的作用造成的 当一种东西涨得特别高的时候 那其他的东西就显得很便宜了 有一些资金就会从高估的地方撤出 去低估的地方抄底 还有 经典机构不少唱空的 华尔街的空头之王在上半年可没有少吓人 贩卖焦虑的 那么听从的这些唱空言论的人啊 从纳指一万点踏空到纳指一万三千点了 踏空的资金会去追苹果 还是去抄底暂时没有涨 以后可能会补涨的那些龙头股呢 在比价效应下面 涨幅不大的其他龙头 极有可能是踏空资金配置的方向 当然啊 这也可能只是我的一种猜测 根据这种猜测 我布局的谷歌亚马逊等仓位 已经实现了一些盈利 下周三有一件重要事件 就是美联储议席会议 这次议席会议的决策 预计对中线行情的影响比较大 因为加息决定有可能和之前的不太一样了 更新到目前市场上的消息 大体上认为 下周美联储将会按兵不动 宣布维持当前5%到5.25%的利率不变 同时警告 如果经济数据继续反映通胀加深和就业活报 将会继续采取加息行动 这样的加息会议声明 将完全不如一个直接停止加息的决定 你看 直接停止加息而不再出鹰派声明 将会让市场很快开始去憧憬 降息的周期即将到来 这将使美股迅速进入牛市状态 暂停加息把加息的可能性延后到未来几次议息会议上 这表明加息周期尚未结束 更不用提降息周期的到来 因此美股将保持低调走势 并且市场将很快揣测美联储的意图 对股票重新定价 从而引起更大的市场波动 暂停加息又不画上句号 将会反映出鲍月进退两难的困境 暂停加息说明他担心再这么加下去啊 手上的牌越来越少 再对付不了通胀有点没面子啊 而且如果在家贷款坏账增多 房产价格下降 经济不堪一击 未来想通过加息收割其他国家 可不能还没收割到 自己先把经济给搞垮了 暂停加息 有喘口气等一等的无奈 会议后声明强调数据不好 还会继续加息 则反映出通胀人远远高于2% 必须还得实施限制性货币政策 通胀预期是通胀的主要原因之一 人们预期以后的钱更不值钱 会促进消费 及时行乐 从而导致通胀的恶性循环 管理通胀预期是央行的重要任务之一 美联储在通胀人远高于2%的数据面前 将不得不强调限制性货币政策 还不能结束 加息的要还不能停 那么6月一席会议如果真的是暂停加息 但鹰派声明未来还会继续加息的话 那就是一种喘口气继续的意思了 对美股的走势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可能还是积极影响为主 我的理由有两条 暂停加息 比加一次息要好 加息虽然对美元走势有帮助 却对美股有打击 暂停加息短线美元下跌 但是美股会反弹 未来如果数据不佳将继续加息 这将导致降息周期最早可能从2024年开始 大大推迟降息到来的时间 但是万一是数据表现良好 是不是暂停加息就永久的暂停了呢 要停了还想继续吃 管用吗 因此嘴炮说要继续加息 而身体却诚实地暂停的加息 大概率是一种鸽派的态度 将很可能被市场解读为利益好 从而支持美股反弹 至于下周三是不是真的按暂停加息 鹰派声明来走 我们只能到时见招拆招了 上半年长得特别凶的 还有AI概念 特别是半导体芯片 英伟达是今年涨幅第一的个股 但最近遭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基金减持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基金 Admin de Rothschild Asset Management 从2020年底以来持有英伟达 但近期获利了结 引起关注 基金经理表示人工智能的估值太高了 要谨慎 AI一直是今年行情的主要线索 如果AI热度消退 对大盘则是一种压力 花旗集团表示 人工智能热度消退之后 标普指数将下跌 年末的目标仅为4000点 和现在的指数对比 会有5%的下跌 2023年的美股全靠几只大科技上涨 其他个股基本没有太多机会 如果热点能够切换 从那8只上涨最多的龙头 转向二三线股票 形成个股普遍反弹的行情 那么指数并不会下跌 只有个股都涨 大家有赚到钱了 信心回归了 市场才会热闹起来 不然光指数上去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